通过一个女儿和她生母的脸 可以画出女儿生父的肖像吗 天才画像师沈亿的答案是可以 她先通过三岁画老画像法 精确画出小安成年后的样子 再从成年小安的脸上 找出母亲贺红的遗传特征 而剩下的特征便遗传自父亲 将这些遗传特征还原到一张脸后 再把头骨和下额骨这些 男女骨骼有差异的地方进行调整 最终便画出了小安生父的脸 望着这张画像 沈亿却感觉十分眼熟 她在小小的脑海里挖呀挖 突然脚踩电门茅厕盾开 原来就在刚刚 沈亿带小安赤披萨时见过此人 她就是肯打击的老板楚天启 难怪会对小安如此偏爱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警方找到七年前经电结案的目击者 当年因为撞见劫匪作案 她被劫匪开枪贯穿了塞布 幸亏没有击中要害 才看看捡回了一条命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她永远记得劫匪那双眼睛 既然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警方便开始不空抓捕 因为劫匪持枪十分危险 于是蒋峰扮成网红先去摸摸底 她假装户外直播 将劫匪的脸回传给目击者确认 没想到直一眼 被认出的劫匪 当即窜回餐厅拿上枪 和警方展开了拉锯战 成队和沈亿穷追不舍 追到一条巷子时 新来的警员李俊辉突然怂了 成队被劫匪开枪击中 幸亏穿了防弹衣才没事 面对警方的指控 楚天启交代了一切 她承认两起结案都是自己所为 七年前她跟贺红自由恋爱 贺红怀孕后两人本打算结婚 但因为没有钱 楚天启便动了抢劫金店的念头 可等她抢完金店回到出租 却发现贺红不见了 直到七年后楚天启又见到贺红 可贺红不仅带着女儿嫁给了沐纬 而且对楚天启一点印象都没有 尽管如此 楚天启还是深爱着贺红 他谎称沐纬也是自己杀的 并在野外把尸体处理掉了 可成队却发现口供里的诸多漏洞 你撒谎 你作案用的那把枪 如果近距离射击伤口 是成放射状炸裂 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血洞 楚天启说贺红对他杀沐纬的是完全不知情 可按照楚天启的说法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显然楚天启是在包庇某人 成队推断此人正是贺红 而就在这时法医却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他们通过比对贺红和小安的DNA 竟发现贺红也不是小安的生物 这个人长着小安母亲的模样 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那这人是谁呢 警方随后调来贺红的资料 和沈亿江资料上的照片 和现在的贺红一对比 竟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 贺红现在的样子 怎么能和照片上是一样的 可27岁的贺红 与他20岁时的样子相比 除了皮肤有些老化外 股像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这非常不符合常理 沈亿推断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现在的贺红 是某人按照贺红20岁时的样子 进行全脸整容 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沈亿绝对想不到 她正是自己唯一画不出脸的女人